今天要料理一道很养生 然后在冬天也很适合的竹笋菌菇汤 这已经切好的竹笋 然后这一大盘 一大盘满满的都是菌菇类 菌菇类它有很好的成分炸 还有多糖亭 对人类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它有切好的豆包 然后老姜 然后咪咪武器呢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拿轻一点看 这个是自己腌制25年 已经有25年的那个老彩布 然后大概 我在竹笋里夹这一点点 是画龙点精 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然后这道菜非常简单 也适合冬天 然后煮起来会比煮一锅 那种肉的汤还要美味 相不相信 不相信呢 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这道汤呢要好喝的秘诀就是 猪笋要先炒过 那我们现在热锅 然后要加那个 姜片爆香 这老姜我已经煸的就是干干的 然后捞起来 这千万不要丢掉哦 我来告诉你老姜这样子好吃的秘诀 这样子酥酥香香的 放在那个饭上面啊 它不辣 可是我们吃进去的时候 却能够让我们身体带来温暖的感觉 真的不辣 而且酥酥香香的很好吃 有没有看见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把姜给丢掉 它功效非常大 好那现在我们来开大火 这时候我要开油烟机哦 然后把笋放下来 小火慢慢炒 炒到香味滴出来的时候 这个是我昨天先煮好 电锅煮好的粒子 常煮好粒子的粒子 先煮好 比较不会煮到那么久 然后就先加进来 嗯好香哦 然后这个味道收就已经出来了 加过滤水 加上锅盖焖煮 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一点点的老菜坡扎进来 让它一起熬住 焖煮好 焖煮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我就把粒子放下来 然后把粒子放下来 然后把粒子放下来 这时候闻到就好香哦 豆包也放下来 再焖煮个五分钟就可以期货了 再焖煮个五分钟就可以期货了 然后玫瑰盐 然后玫瑰盐 啊 超级香 我笋子的那个香甜味一直扑鼻而来 这道养生的汤已经完成了 然后再加上停粘肉 香得不得了 真的 没有其他肉都比肉好吃多了 哇 好烫好烫 很香很香